今天来朝鲜吃货 不采 隋哥 我看你最近又瘦了呀 瘦啊 怎么 我要给你补补吧 今天要补补 对 我这还要补 你才吃啥 我一说一个 今天咱要吃的这个东西呢 它既能蒸 又能烤 又能炸 还能炸 又能煮 还能煮 对 啥玩意儿啊 咱先不管今天要吃的东西 到底有多薄 不过究竟是啥美食 有这么多种做饭呀 对 我就是这上面 你看这个人 这是你 你看这个吃肉的人 马上到啊 马上到啊 得急 不是我 马上最后 这个是我不是 是不是 你这样 这儿有一个特别可爱的小假号 你点一下 关注一下 你再关注一下我个人的号 叫做富仰大嘴 但你这个看哪儿这个节目之外 不太一样的东西 我的视频特别刺激 这个吧 嗯 我关注你有什么 关注粉丝的热爱 你看 你关注我就是我带你 你有什么要求 在我东西饭味之内 我竟敢满足你 这下之前吃过吗 也是第一次过来的 过一次啊 大爷你说的这个大补的东西 就这个嘛 就是它 生蚝是吧 哇 看起来挺新鲜的啊 贵吗这个东西 不贵不贵 多少钱 我觉得还可以 你觉得还行 这是涮着吃的 这个新鲜的话应该是熟的比较快吧 三分钟就可以了 你说是哪个生蚝还是鸡 鸡是三分钟 这个一两分钟就行 一两分钟 时间更短一些是吧 今天长鲜的主角就是生蚝 我们的店里见到的第一种吃法 就是在火锅里煮着吃 飞盘狼蹄 你看吧 好吃才成做的 我说是感觉到你们这种战斗力极强 这真的是吃了一大说的 吃才比较新鲜嘛 不是老话说的嘛 男人家是在里面的美容院嘛 咋样 你家的酒几个都有 进不进来啦 进不进来啦 做法比较多样 您个人喜欢吃哪种做法 我还是比较喜欢吃原着原味的吧 这种 还是这个 这个这个要是涮的 对 要是涮的 这个料也非常不错 料也太 对 还是烧完之后还是需要蘸草药 更有味儿一些 是吧 那今天第一次来这吃这个满星 五颗星化 你觉得这家店能给打个几星 有星吗 没问题啊 给满了 一点毛病都没 提升就是这个量再大一点吧 量再大一点 给你加点钱不一个量吗 对对对 感受到土的效果吗 这会儿还不知道吧 你才有 我猜他多大 三十多 他不是多了 五百多 就发生掉是吧 这个就没看出来 店里火锅的锅碟 一种是68元一锅的滋骨汤锅 还有半支谈牛文昌鸡 另一种就是养生虫草花青汤锅 38元一份 虽说是青汤锅碟 但大家的评价还不错 炸的那是什么 炸的那是生蚝 那是生蚝 对对对 哇 这外面裹着 应该裹着一个面糊 看不出来是生蚝了 咋样 这挺香的 炸生蚝 还头一次见了 平时吃的可能更多的是 烤的蒸的多一些 包括那种蒜 蒜火锅的吃的也不多 好 不好吃 打我耳朵的清洁声音 外面的皮是酥酥的 对 挺肥的啊 里面的肉 厚实 外焦里嫩 外焦里嫩 我看那上面撒的有那个干料是吧 有点辣 要不你尝一下 哎呦 这句话终于被逼出来了 终于被逼出来了 你拿快来 我尝个小的吧 可以 特别焦 特别焦 里面双蚝还挺嫩的 外没有海鲜那个腥味 它就是外面就是撒那种 椒盐的干料那个味道 味道上倒没什么特别的 但是吃饭很少见 你觉得一般人接受不了 接受不了 对 接受 接受不了 比较喜欢吃这种蒜的 有蒸的太常见了 就这种就比较罕见 你说一般人接受不了 是因为啥 是这个做法很少见 还是说它是味道一般人接受不了 他表情有一点有 他觉得这个一般人接受不了 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还可以 吃这个东西 每个人的口味不同 是吧 你对这个生蚝的哪种吃法 最感兴趣 我觉得可能还是涮的那种 可能我们的年龄在这 我觉得还是酥味道好一点 来来来来 尝一尝 来 刚给那种撑过 那不行 那我们做跟他说味道不一样 一个捉一个味道 这玩意还一个捉一个味 那你尝尝吧 你不尝你怎么知道 你这个味让我尝尝 这吃饭了吧 你就喝了吧 真要假药 你要真要我真给你 是不是两个味 两个味 这不是更好吃的 多了点热情 热情的味道 你是喜欢吃南国吧 我喜欢吃这个 特别好吃 都让我吃完了 一盘汁 我啥没看出来 鲜生蚝 在这里边一直泡着 特别好吃 这汁什么味啊 这汁 我不好意思给你尝了 我看里面有什么 酸甜味 这是芹菜是吧 芹菜 然后有这蒜 和香米椒 嗯 汁口味还比较重吗 这个 不重不重不重 一重就把生蚝味给去了 咱们平常吃的生蚝 蒸的和烤的多一些 这一会儿的功夫 我们又看到了 炸着吃的椒盐生蚝 和鲜的生烟生蚝 提醒大家 椒盐生蚝一定要趁热吃 凉的话稍微有一点油 就会影响口感了 是不是涮着吃的那个生蚝 个头是最大的 一样的 这不是你看 一样的 不 一样的 对 这个是烤的是吧 蒸的 这个是蒸的 特别咸 这个 对 尝尝特别好吃 好吃又加一味 我们特别喜欢吃这个 你有哪里就是刺身吃的 对 你尝尝 关键是 鲜 不到一定的质量的生 是不可能这样吃的 不敢这么吃 不新鲜的话是有味的 对 咋样 真鲜 好吃吧 你有一个对来形容 肥上好吃 你得蹬一会儿这样 那泡一会儿更好吃 这个口味就是偏重的 里面搁个小米椒 它有柠檬片那种微酸 它应该去腥的 然后最主要它后味这个汁 后味是甜口 最新鲜的生蚝 一定是吃后味发甜的 对 如果来这吃的话 我推荐大家是吃生鲜的 明白 对 因为蒸的 毕竟我们就吃的多了 显示不下我们的优势 对不对 它其实真的就是 像平时吃那种 鲜生蚝自身的吃法 自己蘸汁吃 它只不过是 事先用一碗汁给你泡好 调好 免得你自己去蘸 直接吃就可以了 更入味 对 更入味一点 但是要说一点就是 您能接受得了这种生吃 是没问题的 接受不了这种生吃的话 这个多多少少海产品吧 还是有一点那个 海鲜的味道是吧 你要接受不了话 还是吃熟的吧 这是炒饭嘛 对 炒饭也没有生蚝 对 生蚝炒饭 用生蚝炒饭 对 就是啥条件 我才跟大家 生蚝样 真的豪门盛业 对 店里现开的生蚝是68元一份 生蚝炒米58元一份 其他这种口味的做法 都是78元一份 因为生蚝的个头比较大 整体的性价比还可以接受 至于其他这种做法的味道怎么样 我们赶紧尝一尝 今天真的是入了豪门啊 一入豪门深似海 导演 今天这补的可以啊 大补吧 大补 绝对是大补 他们家就是主营的 就是生蚝啊 各种吃饭 他们家蒜蓉是蒸的 不是烤的 然后还有刺身的吃饭 还有这炸的 还有这煮的 最关键是人家 连这主食炒饭里面 都是用生蚝去炒的 哇 够过瘾 刺身的 这个椒盐的 刚在桌上已经蹭过了 赶快尝尝这个蒸的 平时咱那个吃蒜蓉吃的更多的是烤的 看看蒸的这个风味怎么样 他们家这个生蚝的肉还挺肥的啊 很新鲜啊 就是这个常吃海鲜人都知道 这一尝这个味道口感 都知道是新鲜不新鲜了 他们家这个生蚝是没什么问题的 品质很好 这个蒜蓉酱还可以啊 味不冲 主要是突出一个蒜姜 还在尝尝这个煮的啊 其实他们家这个煮的个头来说 是最大个的啊 这个是现开的生蚝 全是新鲜的 煮完稍稍有点缩了 蘸上他们家调这个汁啊 尝尝味道怎么样 特别特别嫩嫩啊 肉质像吃那种内脂豆腐那种感觉 完全基本上用不到这么牙 加的有海鲜汁之类的 反正那种酱的味道 提个盐味儿 再增个香味儿 汤底是用的煮的这个半只鸡啊 像说鸡汤打底 里面加了还有什么虫草 一些滋补的这些料在里面 这个味儿确实很鲜 这几种做法的生蚝 肉质都比较新鲜肥美 蒸生蚝咱们平时吃的比较多 相比之下主制式的生蚝更受大家喜欢 吃生蚝这种东西啊 吃多少都感觉吃不饱是不是 而且经费有限 咱不能改着生蚝一直吃 拿个主食 最后垫垫顶 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啊 这个对炒米这种东西啊 谁那种完全没有任何提杠地的 不管是蛋炒饭也好 还是说各种各样的肉炒饭啊 什么炒饭 这个见了就想吃 站不住的那种 是不是想吃炒饭 来尝尝人家这个 一勺下去 一大勺米饭配个生蚝 嗯 这个生蚝嫩的呀 嚼在嘴里 生蚝直接爆开掉之后 就像那种特别软的豆腐乳 完全裹在这个米饭里面 混合在嘴里面这样嚼下去之后 米饭是粒粒分明的 又有那个生蚝那个肉啊 又有嫩嫩的 哇 这个口感 可以 我想上这桌会很贵很贵的啊 还可以 太贵了大哥也不可以安排 对吧 明白 这个大哥 虽然你们选地方还是 稍稍还是悠着点了是吧 对 没感觉要宰太狠 以后就失去了一位大哥 哈哈哈 失神因为好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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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一一点啊 提升了空间 嗯 椒盐呢 面太多了 面太少一点 社会的是不是 不用腰只都看见生蚝了 那个那么多面 还要吃醋肉了 哈哈哈 不同做法的生蚝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进行选择 口味上大家见仁见智 就我们今天的体验来说 生蚝的品质比较在线 整体的味道还是值得大家去试一试的 小肚贼员 今天又是酒足饭饱的一碗啊 人家说他们家的生蚝 首先品质上是没什么问题啊 在户处能看到 而且它本身就是名当的 就可以大家看看 这个就是活生蚝 现开的啊 是没什么问题的 他们家这个吃法是非常多的啊 各种各样的吃法 我个人还是喜欢这个下火锅啊 又能吃到这个海鲜的这个 本身生蚝这个鲜味啊 而且它这个腥味去的也是非常的干净啊 但是这个有些人重口的话 可以试试他们家这个生烟呢 哇这个太体味了 但是生蚝来说 我觉得没什么太大问题 但是他们家毕竟是新店啊 还有很多需要磨合的地方 因为它上菜速度稍后是有点慢了 但是服务都挺热情的 这个店开在这个厂区里面啊 特别大一碗随便停车 我觉得这个现在是非常大的优势啊 现在出去吃饭 停车是一大难题 我想吃生蚝的话 它家还真的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这家店啊我觉得给个四颗星是没问题的 如果您想来尝尝的话 报我的名 没什么用